现在内地的娱乐产业发展炫猛,可以说是泛滥成灾,不仅各大电视台大笔听,甚至连各个网络平台也加入当中,竞争相当的猛烈,尤其是歌唱节目遍地开花,各种仰视的演唱,可以说是层出不穷,而在这当中大部分都以翻唱或只是选自己的演唱技巧,真正有才,有实力,并且能够自己创作得少之又少。 在这新人辈出的年代,没有自己作品的歌手,只能是昙花一现,很快就会被人遗忘,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精华,而才华横溢的创作新歌手更是让人们记忆深刻,下面来捋一捋几位有才华的歌手,不知网友们会喜欢哪一位。 第一位,李健,相信喜欢听歌的朋友,应该不会不知道他,先不说别的,最近在新歌声节目中的妙语连珠,段子张口就来,尤其是和哈林导师的互动,让网友们觉得这句新歌声,看李健老师就够了。 而作为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健,在和同学卢庚需组成的水木年华,并以一首《一声流腻红遍大江南北》,让人们记住了这位清华台子。 在因理念不同而退出组合单飞,但是金子,无论到哪里都会发光。 在成绩二年后,首次催出个人专辑,其中收录的传奇,款首歌可谓是家喻户晓,而后也陆续催出多张专辑,其中有大家尔能熟详的几首歌曲,如贝加尔湖畔吹麦浪等,让粉丝们喜爱六佳。 而现在的李健给人感觉,闻闻而了,一股温若书生的卷戏,唱起歌来轻声细语,既温柔又动听,说起话来,称于典故,随口而出,被网友们亲切都称呼了音乐诗人。 第二位,许松,喜欢听古风歌曲的应该都值得许松,被誉为古风才子之称的许松。 还在学生时期,就用课余学间来学习钢琴和古典音乐,由于丰富的经典积累,让许松首次发行个人音乐专辑自定义,而后又发行多张专辑。 其中最为熟知的,如千古惊恐一念的,许松给人感觉是像一位书生,歌词中有一股古典意境,让人久久难以自拔。 第三位,赵雷,喜欢民谣歌曲的,应该知道他的歌曲,在中国好歌曲一一首画让人熟知的民谣歌手。 在早期参加快乐男生被淘汰,请得刘欢老师慧眼是英雄,让全国观众认识他,而后又已成都在歌手第三期节目中演唱。 火遍全国,虽然有人说民谣不是大众音乐,但赵雷的歌曲与众不同,由于歌词贴近现实生活,在画中向往的生活。 成都中的刘妮娅的回忆,爱雕中的孤独的心对未来的迷茫,三十岁女人中对未婚的心酸,南方姑娘的爱情向往等,向观众们所喜爱。 这几位歌手,也许不会是像那些高谈歌手,经常活跃在音频上,但他们所创作的歌曲,让人无法忘记,不知网友们会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位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